小红帽 从前有一个乡下小姑娘 长得可漂亮了 她的妈妈非常喜欢她 她的姥姥呢 比她妈妈更爱她 善良的姥姥 在她过生日的那一天 送给了她一顶小红帽 这顶小红帽 戴在她的头上 再合适不过了 于是大家都喊她 小红帽 有一天 妈妈做了一些糕点 装了一罐黄油 对她说 小红帽呀 听说姥姥病了 你去看一看姥姥 把这些糕点和黄油 送给姥姥 小红帽 带着糕点和黄油 就出发了 经过一座树林的时候 她遇见了一条 狡猾的大灰狼 大灰狼 很想吃小红帽 可是 又不敢 为什么呢 因为啊 她看见树林里 有几个乔夫 在砍柴 大灰狼 就问小红帽 你上哪儿去呀 小红帽 不知道 和大灰狼 说话 是很危险的 就说 我去看望 我姥姥 带了一些糕点 和一小罐黄油 给她 是妈妈 要我送给她的 你姥姥家住得很远吗 哦 是的 你看 在墨房的那一边 有一个小村庄 村头的第一所房子 就是我姥姥的家 啊 很好 我也要去看望你姥姥 我从这条路走 你从那条路走去 我们比比看 谁先到 大灰狼说完 挑了一条近路 拼命的奔跑 小红帽 却不着急 他一边 追赶着蝴蝶 一边 踩着栗子 还把他摘下的小花 编成花树 高高兴近的 向姥姥家走去 大灰狼 比小红帽 早一步 到了姥姥的屋子前 他敲着门 姥姥听到了 就问 谁啊 是你的外孙女 小红帽 大灰狼 捏着嗓子 学着小红帽的声音说 我给你带来了糕点 和一小罐黄油 是妈妈让我放给你的 善良的姥姥 因为有点不舒服 就躺在床上说 拔了栓子 门就打开了 大灰狼 拔开门栓 扑向善良的姥姥 把他吃掉了 接着 大灰狼 就把门关上 睡在姥姥的床上 等着小红帽 送上门来 过了一会儿 小红帽 来敲门了 大灰狼 学着姥姥的声音问 谁啊 小红帽 听到了姥姥的声音 忽然 变得这么粗 还以为 姥姥感冒伤风的缘故 就回答说 是你的外孙女 小红帽 带了糕点 和一小罐黄油 大灰狼 把声音 压得低低的说 拔了栓子 门就打开了 小红帽 拔了栓子 门就打开了 大灰狼 躲在被子底下说 把糕点 和黄油 放在箱子上 来和我 一同睡觉吧 小红帽 就脱了衣服 爬上床去 他觉得 很奇怪 姥姥脱了衣服 好像不是这个样子呀 就对他说 姥姥姥姥 你的胳膊 怎么这么粗呀 大灰狼 装着姥姥的声音说 我的外孙女 这样抱起你来 更方便哪 姥姥姥姥 你的腿 怎么也这么粗呀 我的孩子 这样走起路来 更方便哪 姥姥姥姥 你的眼睛 怎么这么大呀 这样 看你更清楚 我的孩子 姥姥姥姥 你的耳朵 怎么也这么大呀 我的孩子 这样听你的话 更清楚啊 姥姥姥 那你的牙齿 怎么也这么大呢 这样吃你更方便哪 凶狠的大灰狼 说完这句话 就向小红帽哭过去 想把它吃掉 小红帽 小红帽吓得大声喊叫 救命呀 救命呀 几个侨夫 听到了小红帽的哭声 就举着骨头 跑进屋 小红帽 小红帽 轻信大灰狼的话 差点 送了命 小朋友们 你们会像 小红帽 这样吗 小红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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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